基隆市运动会在暖暖区进行球类竞赛圆满落幕举行颁奖 活动最高潮就是安乐区体育会拿下最高荣誉总锦标冠军赢得二连霸 并按照往年传统由安乐区体育会理事长张坤和带领团队上台举杯 庆祝喝下冠军酒气氛相当海派具有基隆特色 市长谢国良亲临现场颁奖肯定基隆选手的奋战精神 也感谢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努力推广全民运动带动基隆的运动风气 而现场民众也不断为小爱爸爸谢国良加油让市长很感动 非常谢谢大家我看大家都给我很多鼓励我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就是要让基隆未来有更多国内外的观光旅客 然后呢要让这个城市越进步越有爱越干净 那当然我有毕竟新手让入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我会继续的好好的检讨过去应该要做的更好的地方 继续努力也请在座体育会体育界的先进继续支持小爱爸爸大家说好不好 好好加油谢谢谢谢各位体育伙伴市场最支持体育的我们大家给市长加油好不好 好给市长加油谢国良加油谢国良加油国良国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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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谢国良国良也逐桌跟选手们致敬获得许多加油跟鼓励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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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年轻选手要求跟市长一起合影拍照打卡 现场的加油鼓励让市长感到温馨满满 市长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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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今天来我们基隆市运动会的选手之夜 每一次的选手之夜在这个大家的这个 一起努力之下喝啤酒的比赛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精彩 然后呢但是这个也激发出选手的斗志 就是白天运动比赛也有斗志 但是晚上这个晚夜也有他的这个 大家的这种团结的气势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棒 感谢我们这个郑理事长带领的基隆的体育界 这么多年 然后我们基隆真的打造成一个体育城市 在各项单项都有很好的成绩 包括冠农理事长也是一样 那我们未来市府就是继续提供更多的资源 更好的设备的场馆 那跟给孩子不管是体育班还是社团 更多的体育的培训跟这个后盾 那一定要把基隆打造成一个体育冠军的城市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及担任桌球主委的曾继颜 锤球主委的秦正议员 和中正区体育会理事长的张浩瀚议员都到场 亲自颁奖给男子桌球 女子桌球 锤球 保龄球 篮球 和慢速磊球前四名 有四千人的夜半规模越大 因为今天老天人帮忙 好天气到中午才下雨 那我们觉得说连老天人都帮忙 所以我们金融市的运动和台湾的活动 夜半越成功 联系六人获得教育部的特效的奖 因为我们不只每年我们的舰走各区舰走 金融市只有37万人口 七个去舰走 包括今年全国都在这里 所以一年单单运动出来就四五万人 平均金融市人口 所以我们金融的运动人口是最多的 而且希望说在我们小爱爸爸 社会两个支持 让我们的活动越办越多 市民多出来运动 健保会也都省一点 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谢谢 一年胜利成功 谢谢 祝福大家今天得到好的成绩 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 谢谢 那很感谢 真的很感谢我们正体座正理事长 以及我们七区的理事长 因为我想运动在基隆非常非常的发展 都会我们正理事长 以及七区的理事长一起来推动 那大家都是保有运动家的精神 努力来争取最好的佳基 那真的 那感谢大家对基隆市体育界的一个付出 基隆市运动会今年由暖暖区体育会承办 明年将轮到仁爱区主办 由仁爱区体育会理事长林罗清梅 跟仁爱区长李宽达共同接下会期 相约明年再会 记者黄志轩陈淑平 基隆报道